一百年前的西湖断桥,多少缠绵翡翠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这里,却断桥一定要带把三欧。三弹音乐是西湖石井之一,被誉为西湖第一盛境,即便是百年前的照片,也依然可以一眼认出,拍摄于1911年的雷锋塔。 倒塌于1924年,后来虽重建,但味道已经不是陆勋笔下,照雅之喜中那个让人魂牵梦营的雷锋塔了。这是1911年的零隐寺大殿,零隐寺建于东晋时期,曾会于1860年太平天国战乱,图片上看到的是刚重修一年的大雄宝殿,编额还没挂上去。 顶顶大名的前唐江大巢,雄伟壮观,当时1912年的陶城章墓,葬于凤林寺前,两侧施阳折商,沈游智赴藏墓,陶城章是光复会创始人,令两人是光复会成员,都是辛亥革命时的革命者。 现在的陶城章墓是八十年代,改仙道疯狂岭南天竺的,图位邱姐墓,牺牲时才三十二岁,秋风求雨仇杀人一句,便是他的临终绝笔,图位文兰阁,建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,是为了珍藏四库全书,而建,的七大藏书阁之一,现在在浙江省博物馆内,图位于千祠,照片中的于千祠是同志八年1869年重建的, 岳王庙,建于南宋公元1221年,图位正门外的景象。岳王庙,墙地上尽忠报国这四个大字,是明朝著名书法家洪朱写的。